原标题 李延被扳倒 是因为诸葛亮一手造成的吗 其实是他犯了众怒公元231年 诸葛亮带领蜀军正在进行北伐 而大臣李延则是负责在大后方筹击运送粮草 此时的李延为了制造出蜀军在前线作战不力的一种假象 李延先是让人写了一封书信送给了诸葛亮 称因为天气不佳的原因导致了粮草不能按时送他 在接到这封信以后 诸葛亮只能选择无奈撤军 而李延在得知了诸葛亮已经撤军的消息以后 立刻先杀了东玉粮草的官员为自己顶罪 随之他又上报流产 称蜀军在前方失利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诸葛亮一直都留着李延命人送的前线的出息 就在诸葛亮班师回朝以后 李延的这个轨迹终于是暴露了 此时的诸葛亮十分气愤 而所看的诸葛臣子也是联名上奏要弹劾这个奸臣 最后李延被罢了官 也被贬为了老百姓 说起来 这个李延还是刘备当年所看好的臣子 并且还被选举为脱姑的重臣 当年刘备在白帝城病重的时候 将刘传全权托付给了诸葛亮 同时也把李延当作是诸葛亮的帮手 当时的刘备亲自封李延为兜户 并统领国家内外的军权 并继续镇守永安 这就说明刘备将军事大权交给了李延来主管 其实说到底 就算是诸葛亮想要扳倒李延 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毕竟一开始的李延也有着支持他的人 例如他身后的东周派 但是这一次他身后的东周派 并没有支持他 反而是来了个洛景下时 这也表明李延被罢官 不仅是因为惹怒了诸葛亮 还因为他犯了重怒 其实李延也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辈 但说到底他并不是一个值得大家交往的人 就在《三国志》中就写道 李延是个心术不正的人 他的同乡 基本上都不愿意跟他有瓜葛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 李延的本性实在有些差劲 但就算是如此 诸葛亮并没有用尽 一切办法排挤掉他 毕竟当时的蜀汉 已经是面临着无人可用的境地 诸葛亮可以尽量的容忍李延 只要李延为了蜀国的发展 做出贡献就行 不过李延并没能做到这一点 反而是为了自身的权力破坏国家的利益 最终导致了北伐的失利 这对于诸葛亮来说 是实在不能容忍的 李延平时在朝野之中 对诸葛亮有些诋毁也就算了 诸葛亮都可以当作没听到 毕竟这对于国家的利益并没有什么违反 但是李延却拿北伐大义来挑事 这就是在挑战诸葛亮的耐心了 面对损毁国家基业的李延 诸葛亮自然是没有办法再忍下去 当然其余的臣子自然也是无法容忍的 所以才有了群臣一起弹劾他的情况发生 小编认为 虽然此时的诸葛亮已经不需要大家的支持 就能托倒李延 但是群臣们却是自发的来弹劾李延 毕竟像李延这样的臣子还不想抬 那么蜀汉一定早就支撑不下去了 所以这一次扳倒李延并不是诸葛亮一手操作的 而是因为李延自己犯了重怒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